本期视频的内容不是常见的一条一条的去介绍Mac技巧 而是把各种技巧组合起来 让它们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 从而搞定一些用常规思路无法解决的问题 而且这些问题非常的接地气 不是为了炫技专门挑选的 是真实的Mac用户在使用中碰到过的 首先是隔空投送 你是怎么使用它的呢 是选中文件后 右键将光标移动到共享 再点击隔空投送 还是新建一个仿达窗口 切换到隔空投送的界面 再把文件拖过去 如果你使用这个功能的频率足够高 就肯定会想要一个快捷键 能帮助你在选中文件后 快速地调出隔空投送的界面 而不像现在一样 会有一些多余的点击和拖转 要给隔空投送设置一个快捷键 这本来不算什么大问题 在MacOS系统里面 只要是程序菜单上出现的功能 都是可以自定义快捷键的 我们可以在键盘 快捷键 App快捷键里面 自定义 程序选择仿达 菜单栏标题填写 隔空投送 然后设置一个快捷键 例如Ctrl加E 当你设置完快捷键后 隔空投送的后面并没有出现 快捷键提示 选中文件按下快捷键后 会直接跳转到隔空投送的窗口 而不是我们期待的设备选择界面 那之所以会这样 其实是因为在访达的程序菜单里面 有两个隔空投送 共享里面有一个 前网里面又有一个 我们刚才设置的快捷键 被分配到了前网的 隔空投送身上 而它是用来切换窗口的 不是用来传输文件的 这些年 我陆续收到了不少粉丝朋友的 求助信息 都是和隔空投送的快捷键有关 之前我是真的没有办法 不过呢 随着MacOS Monterey里面 加入了快捷指令的功能 我决定利用这个新工具来碰碰运气 结果一试 运气还真不错 在快捷指令里面搜索 隔空投送 还真给我搜出来了 那后面的操作呢 就水到渠成 首先搜索仿达 把获取仿达中选中的文件 拖拽到左边 然后搜索隔空投送 也把它拖过去 简单的两条命令 就完成了快捷指令里面的编排 最后 点击快捷指令里面的详细信息 输入一个快捷键 比如Ctrl加E 就完成了所有的设置 现在你就可以利用 刚才设定的快捷键 来快速的激活隔空投送了 因为经常跟文件打交道 我除了琢磨隔空投送的快捷键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让人很困惑 那就是视频的缩略图无法修改 不合适的缩略图在查找视频文件的时候会影响效率和心情 但是MacOS系统里好像没有哪个选项是可以用来修改视频缩略图的 更离谱的是 当你用MV或者FinalHead Pro X导出视频时 最后的缩略图仍旧是随即生成的 有非常多的人正在遇到和我一样的困扰 那么不借助第三方工具 修改MacOS里视频文件的缩略图 需要一系列技巧的组合 首先是打开视频 找到你满意的画面 截取下来 按下快捷键 Shift Command加5 或者在启动台里面点击截屏APP 就能启动系统自带的截屏工具 截屏的模式选择捕捉锁选窗口 这样就能自动的套住播放窗口 不需要手动对齐 最后点击一下就生成了截屏文件 使用这种模式获得的截屏 带有一圈阴影效果 用它来做视频的缩略图 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看起来稍微会小那么一点点 如果你不喜欢阴影效果 可以先按下Option 再点击窗口进行截屏 就会得到一张没有阴影的 很干净的图片了 接下来我们回到视频文件 右键点击显示简介 看到最上方 文件名左边的那个图标没有 把刚才截取的图片拖拽到它上面 出现绿色的加号后松开 就成功替换了视频的速决图 如果你默认的播放器是苹果自带的QuickTime 那这个流程会简化不少 双击打开视频 找到合适的画面 Command加C复制 然后回到文件 Command加I显示简介 选中图标 Command加V粘贴就行了 如果你觉得添加的缩略图不合适 要还原呢 也非常简单 单击刚才添加的图片 它的四周会出现一圈蓝色 表示现在是选中状态 然后点按键盘上的Delete 就删除了 这个删除缩略图的操作 实在是太飘逸了 我根本没有想到 也是在有一期节目里面 通过网友的留言提醒才学会的 如果你不是想修改文件的缩略图 而是想获得它们的图标 那操作思路也是一样的 只不过顺序反了过来 选中图标 出现蓝色的选定状态后 按下合选键Command加C复制 然后进入需要粘贴的程序里面 Command加V粘贴 这些高清的图标文件 就被你弄出来了 如果你经常打印文件 那对于打印的快捷键Command加P 肯定非常熟悉 但是在Mac用户里面 有非常多的人 在不需要打印文件的时候 也在频繁地使用打印的功能 原因就在于 调出打印界面后 再选择存储为PDF 就能把当前页面的内容 转化成PDF文件 它相比软件内自带的导出为PDF 有两个好处 第一是跨平台 不同软件导出为PDF的路径是不一样的 快捷键也不尽相同 而打印的快捷键始终是一致的 Command加P 第二个好处是可以预览PDF成品的样子 做到导出前心里有底 为了让这个操作更加的流畅连贯 我们可以给存储为PDF 添加一个自定义快捷键 这个快捷键仍旧是Command加P不变 这样的话呢 你只需要按下Command不松 敲击两下P 就可以把文档或者网页 快速地转化成PDF了 第一次Command加P是调出了打印的预览界面 第二个Command加P激活了存储为PDF的功能 这个技巧曾经在Mac的App Store里面也被推荐过 可惜编辑在翻译的时候 把英文版本里面的注意事项 就是这个需要保留空格 也一字一句地翻译了过来 可以看到在英文的环境下 CVS PDF肯定是要保留空格的 但是咱中文如果按照它这里的要求 存储为空格PDF就坏事了 系统是无法识别的 调出打印界面再存储PDF虽然很方便 但并不是万能的 比如网页上的内容 如果没有打印的需求 只是想转化成PDF存储 那么使用Safari自带的 导处为PDF 效果明显会更好 整个PDF文件就像一张长长的截图 既完整又清晰 所以如果想在网页上长截图的朋友 就不需要借助第三方的软件了 直接用Safari的导处为PDF的功能 生成PDF文件 再导处一次 格式这里就能看见常见的GPAC图片了 在导处可选格式时 还有一个隐藏的技巧值得分享 前阵的有粉丝问我 如何把图片转化成BMP格式 我连BMP是什么格式都不知道 只能在网上搜搜看 结果发现这个转换意外的简单和隐蔽 在转换格式的界面 直接点击弹窗选择 都是常见的图片格式 但是你先按下Option 再去点击弹窗 就会冒出更多的格式供你选择 这里面就有他要的BMP格式了 关于Option呢 还有很多骚操作 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接下来分享的技巧和输入法有关 在我刚刚创建频道的时候 有一期视频分享过 如何用Mac自带的输入法打出拼音的声调 因为过程比较繁琐 需要额外的添加英文输入法 还需要借助隐藏的键盘键位 导致实用性打了折扣 后来陆续收到网友的留言 才发现有一个非常简单 任何人都能在一秒钟内学会的方法 现在我就来演示一下 以大小的大为例 打出汉字的备选窗口后 只需要点击一下键盘上的Tab 你就会看到拼音上出现了声调 继续点按Tab 声调就会陆续从一声变化到四声 点按回车就留下了带有声调的拼音 是不是脑洞打开很有意思 下面分享的技巧也和Tab按键有关 并且也是网友留言后给出的更好的方案 大家都知道按下Command不松 再点击Tab就可以切换程序 但是这个切换的选框 是从左到右单方向移动的 如果不小心选错了 就需要再按一圈 我之前分享过 按下Command Shift加Tab 就可以从右到左切换了 后来有网友留言 按下Command加波浪就可以换方向了 完全没有必要像我分享的这么麻烦 我一操作还真是 比我讲的那个方法要好太多了 好了 现在为大家分享本期视频的最后一组技巧 就是如何打出平方米 这类带脚标的字符 最快的方法 就是下载一个solo输入法 然后输入平方米 立方米 就可以在背景框里面看到这些符号了 不过有粉丝问道 如何用Mac自带的输入法打出平方米 所以我去研究了一下 发现它的要求还挺有意义的 solo输入法之所以能快速打出平方米这类字符 是因为它把这些词根都记录在了软件里 比如这里有个1分的符号 光猫移动在上面就会浮现出词根 我只需要输入1分 就能快速地出现背选 但是那些没有记录在软件里的词根 比如1分之1 1分之1 它就无能为力了 还是需要自定义添加 那么如何添加自定义的符号呢 以网友询问的平方米为例 首先点击显示表情和符号 这里有大量的符号供你选择和组合 平方米 麻烦的地方就在右上角那个数字2的角标 在搜索区域输入2 相关字符的区域里双击第一个 那么你的输入框呢 就会出现上角标 在角标的前面补一个m 平方米就打出来了 当然了 如果每次都需要这样输入 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趁着现在打出来的字符还在 进入系统票设置 键盘文本 点击左下方的加号 设置它的激活短语为平方米 这样呢 每当你输入平方米时 那个字符就会像搜索输入法一样 出现在备权框里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作为操作系统 那它肯定是没办法满足用户所有的需求的 但系统是死的 人是活的 通过一些技巧的组合 就能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 进而解决用户遇到的问题 本期视频所解决的呢 都是网友在真实的使用中遇到的问题 它们分别是设置隔空投送的快捷键 修改视频文件缩略图 快速创建PGF 转化图片为BMP格式 输入声调 输入平方米 希望这些技巧的分享 能对你使用Mac有一些帮助和启发 感谢你的收看 这里是Mac云和堂 我是修康 让我们下次再见